当力荡无穷的蛮族之王遇到柔情似水的百媚之王 你们猜猜他俩谁更厉害 本以为肯定是肌肉发达的蛮王更胜一筹 可哪知媚王却来了一招以柔克刚 轻轻松松就将蛮王给玩弄得腿脚发软 即使蛮王有着骁勇善战的士兵帮忙 但奈何媚王的手下也有着大量千娇百媚的姑娘 这些姑娘最擅长的就是贴身肉搏 一套连招下来任何猛男都是难以抵挡 不过媚王虽然厉害 可他却甘愿屈身在蛮王的胯手下 前提是蛮王能够获得上古神兽的认可 上古神兽曾经是一个野性未除的凶手 直到玉须仙师将其点化才走向了正道 数百年后仙师和神兽相继陨落 而兽谷则落入了蛮族之手 只有被神兽魂魄认可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蛮族之王 不过蛮王想要继承神兽魂魄的力量 他们的死敌大赵王朝是绝对不同意的 大赵王朝则和蛮族征战百年之久未分胜负 后来只能议和如果让蛮王继承神兽之力的话 大赵王朝必将沦陷 为了自保 大赵王朝就派出镇摩斯精锐部队前去阻止 其中就有男主肖战和男主的好兄弟念无谋 以及女主花无常三人 三人之中男主肖战为主要输出的战士 兄弟念无谋为法师 花无常则负责防御敌人的攻击 此时蛮王的继承仪式已经开始 身为蛮族最强大的首领 本以为这次继承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可哪知神兽魂魄却说 蛮王身上血气太重 无法获得继承资格 对于这种情况 似乎一点也不出乎魅王的意料 他表示他有一种秘法 可以让蛮王和神兽魂魄强行融合 蛮王并不知道这其实是魅王的阴谋 于是他就上当了 而就在蛮王利用血迹和神兽融合的时候 金刚门的人却出现了 大师本想用佛门的万解大法来镇压血迹仪式 可由于他们来晚了一步 镇压最终却是以失败告终 另外一边 肖战等人在赶了一天路后 正要原地修正一下 结果蛮族的人却突然对他们发起了偷袭 漫天见语 让慌乱之中的镇摩斯人员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但很快他们就反应了过来 开始截防御阵进行抵抗 众人合力施展的防御阵本来是非常坚固的 但可惜的是魅王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招 只见他使用提前准备好的强大巫术 很快就削弱了防御阵 再加上蛮族的士兵也开始不断冲锋 这使得镇摩斯人员彻底落入了下风 就在这时 镇摩斯女统领花无双闪亮登场 一招崩山低裂斩 直接打的敌军人扬人翻 他手中的破魔剑 更是拥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和追踪能力 真可谓是一剑出万古枯 但可惜的是蛮族之王并不在此列 眼看着蛮王开始大肆屠杀镇摩斯的人员 花无双也是怒了 只见一点寒芒仙道 随后枪出如龙 花无双的长枪直指蛮王心脏猛的刺了进去 但同时 他被蛮王的斧子劈开了半个腹部 此次战斗 以镇摩斯的人员伤亡惨重而告终 就连统领花无双也是因为流血过多而亡 至于蛮王因为在抵御中使得枪头偏离了心脏 他的伤势倒没什么大碍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蛮王的妹妹阿姨墨是一个向往和平的人 他一直在苦劝蛮王不要再继续战斗了 可根本没什么用 尤其是现在的蛮王被媚王所欺骗 使用了血迹仪式后 更是变得嗜血成性 渐渐失去了理智 凭借着最后一丝意识 蛮王赶紧远离了妹妹 以免伤害到他 而阿姨墨在看到哥哥入魔后 就让他救下的一位金刚门人 赶紧带他去找肖战 因为只有他们手中的封印法器 才能镇压得了蛮王体内的邪魔 至于阿姨墨为什么这么相信肖战 则是因为当年的停战协议 就是肖战的父亲带头签署的 果不其然 当得知阿姨墨的来历后 肖战立马以向上人头担保说 只要蛮族不使用神兽之力 我国就绝不动用镇摩斯 得到肖战的保证之后 阿姨墨就带着肖战几人 悄悄溜进了蛮族 他们打算从蛮王手中偷来神兽魂骨 然后再使用法器将其封印 不过对于肖战保证 花无常却是坚决不同意 一是因为他想要杀了蛮王 为姐姐花无双报仇 二是他根本就信不过 天生好战的蛮族人 真的会愿意与他们和平相处 见花无常不信自己 阿姨墨就带他来到了蛮族的百姓区域 不过花无常虽然放下了偏见 可肖战却遭到了魅王的挑拨 独自一人负责把风的他 被魅王告知 其实大赵皇室并不想要和蛮族议和 当年肖战的父亲 就是因为主动与蛮族议和 最终惨遭五门斩首 而肖战所修炼的功法 更是镇摩斯特意制定的 他可以将肖战编成封印魔兽的容器 届时封魔阵一经启动 肖战就将会彻底沦为皇室的傀儡 魅王的话究竟是真是假 肖战并不确定 但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 记住了魅王的话 另外一边 念无谋正在使用空间转移术 偷取蛮王身上的兽骨 不过由于动作不够娴熟 他却被蛮王给发现了 就在两人即将被杀死之际 只听天空一声巨响 小和尚闪亮登场 他满身经文 犹如一尊不败战神 外加就跟降魔储加持 小和尚分分钟就杀得蛮族士兵 片甲不留 不过即使小和尚再怎么厉害 当蛮族之王亲自出手后 他还是被一拳给打回了原形 就在这危机时刻 拥有御兽能力的阿姨墨 操控着漫天乌鸦 暂时牵制住了蛮王 救走了几人 在一片空旷的地方 肖战几人布置了风魔阵 打算镇压兽骨之力 可当阵法启动时 意外却发生了 正如之前魅王所说 兽骨的力量 竟然源源不断的 钻入了肖战体内 虽然在魅王的提前告知下 肖战早有心理准备 可刹那间 他还是三千青丝化作白发 差点被兽魂所吞噬了理智 最终还是小和尚使用麻血 才暂时稳住了肖战的情绪 再说蛮王这边 发现是妹妹救走了几人后 他非常的愤怒 尤其是在妹王的蛊惑下得知 妹妹才是神兽 所真正认可的蛮族之王后 他竟然打算把妹妹杀了 献祭给体内的魔兽 蛮王的做法 已经使得他的子民产生了反感 所以他的演讲 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就在蛮王打算动手之时 一根降魔杵 及时将他拦回 面对身怀魔兽之力的蛮王 肖战以同样的力量 与之战斗了起来 其余人则趁机救走了蛮王的妹妹 面对蛮族大量的士兵 原本花无常他们是打不过的 可当看到蛮王为了增强力量 开始不断吸食自己族人鲜血的时候 蛮族士兵的忠心 也是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再加上阿姨莫的劝说 士兵们终于彻底倒戈 我们当初东征 为的是家中妻儿 不受恶病之苦 我以蛮王的名义 向你们启示 即便舍去性命 也要让我蛮族子民重回草原 不在颠沛琉璃混归大乡 肖战这边 两位同样拥有兽主之力的人 战斗起来 真可谓是惊天地气鬼神 虽然肖战只是刚刚获得 兽主之力没有多久 可他毕竟是兽主主动赐予的力量 而蛮王则是在魅王的血迹下 强行融合的力量 所以当肖战施展全力 看出三刀过后 蛮王终于还是倒下了 远处的魅王看到这一幕后 则一脸淡定的离开了 此战过后 肖战等人向大赵王朝为蛮族申请了赞助物资 双方也是再次恢复了和平 肖战等人也立下大功 官位连升数级 同时挑拨两国关系的魅王 也是绝对不能放过的 总指挥下令 让肖战等人去西部 对付暗中作梗的魅王 可就在他们离开总部之时 却看到了几位与他们衣着一样的人 至于这几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我猜应该是大赵王朝不打算遵守诺言 故意派肖战等人去对付魅王 而这四人则会带领士兵去歼灭了 没了受主之力的蛮族 毕竟对于皇室来说 仁慈根本一文不值 如果能有歼灭对手的机会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的 关于这一点 我想肖战的心里应该也是有点数的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本 news V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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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O